Hello 大家好 又是 Ivan 来到 吴仔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一些理财、财经的资讯 今天我想说一些非常热门的话题 就是定期存款 大家都知道我说定期存款 基本上是全港应该说比较详细和深入的分析 今集有非常多的关于12个月、9个月 长年期的比较高息的内容 最高去到4.5厘 之前和大家推出我这本新书 三岁赢80 一个自助理财退休的秘笔 无论是小朋友或大人都合看 未来的书展我都会有得卖 到时就会更加有详细的资料给大家 希望大家看到最后 到时书展大家见 多谢大家 我这本新书找了一个著名的设计师 很多谢 这个著名设计师是谁 就是吴仔 吴仔有份设计封面的 他非常深思 你看到又狮子又老虎又兔子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些标志 觉得这样的封面 这样的样式 都吸引到大家 希望大家给多些支持小弟 这本书其实是中文英文对照 所以都适合一些外国人士来看 想能再丰富一些 还有很多不同的三岁到八十岁的 投资理财的概念 包括如何退休 去哪里退休 在哪里生活 访问吴仔 在泰国退休生活是怎样的 或者日本的地方 很多这些内容 有关佛学的东西都有 应有尽有包罗万有 所以这本书有些人说 我之前的一千个收息理由太复杂了 这本书真的简单一点 但内容绝对比之前的两本 因为很多不同的理财工具 有些人经常问我 你买哪只基金 你投资开什么 我这本书有大截备 让大家知道我买了什么基金 有些什么 详细的东西 不说了 如果再想详细一点 就 上网 1000个收息理由 就可以买到的了 到时在书展希望大家见到大家了 好了 美国最近又说想加息 7月份又说要再加 暂时美元也是有点下跌的 其实我自己觉得7月份加的机会大不大呢 是还有机会的 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个非农就业的数据就不一样 一年半的新低 外国的非农业的就业数据 比预期少了很多 只有20万左右 增幅不是很大 新增的新筹增长是4.4% 所以我觉得 经济真的不太好 会不会放过一马 这次不加息 不理得他 你看到外国的债券 一个月5.4厘 6个月是5.3厘 一年乘5.4厘 所以其实你放在银行很多时候 都是投资这些长年期的债券 所以今天主要就是说 长年期的债券 不是债券 长年期的定期存款 首先说说 工银亚洲 6个月如果你有钱 300万放下去 去到4.1厘 就是多少钱 就是 最少可以赚到 6万多元 当然加以说是300万 和你新资金 如果你说我真的没那么多钱 放一个月松一点 也有3.2厘 如果你再放长一点 一年那些 就真的没那么高 如果放三个月 都是4.2厘 半年4.1厘左右 如果你说少了300万 80到300万之间 我最近是做了这个 我自己 我那次做了三个月 都没有去到4.1厘 所以现在这天真是值得做的 我那时做的 都是3.8厘左右 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想想 三个月 就是98天 我觉得也不错 这个 我觉得也不错 如果你说 10万到80万之间 这个三个月 4厘都不错 好了 另一家 9个月 3.6厘 创兴银行 网上搞了 50万的资金就可以了 其实这些都是比传统 其他银行 都高的 3.6厘 50万 如果你说 我没那么多钱 5000元都可以的 那就是3.4厘 5厘 入场费 我觉得全数 有130元资金也比没有好 对不对 如果真的有50万 就有13000元 好了 这家我真是 这几天走去看过的 南洋商业 银行 我还拍下张照 最近的资金数 6个月 4.05厘 9个月 他这里没有写的 我真是问过 上网上查过 9个月 现在100万以上 都有4.05厘 如果你没有100万 10万到100万 3.95厘 赚成多少钱 100万赚成 27000元的利息 你可以在网上开户 或者去现场 也可以 这个优惠期 不是很长 这个资讯 不是假的 现在有4.05厘 这个 招商 永龙银行 有4.1厘 9个月 50万都可以 如果没有那么多钱 10,000元 也有4.05厘 差不多 所以10,000到50万都可以做 50万 9个月 就赚多少 15,375 透过他的手机app 就可以开立 非常之方便 另外 升展银行 也有4.05厘 12个月 这个放久了 但如果12个月 就比 没有了 你说上年有5 现在当然没有了 50,000元就有了 现在就进入优惠码 我找到优惠码 大家看到这两个优惠码 复下图 50,000元 一年都轻轻 轻轻 赚 2025 真的比邓子峰轻轻轻 透过网上的iBanking 登记了 或者放到digibank的app 就可以开立了 好了 经常多人 经常问 台湾这家 富邦银行 12个月到4.1厘 50万就可以做到 又是上网 放到apps 一年 如果你说 50万 一年大概有多少呢 一年应该没有41,000元 100万就是41,000 50万 4厘也是 2万左右 左右 大到比没有的 我觉得 一年OK 另外 大众银行 也有4.2厘 之前多了很多 之前只有4厘左右 50万 就有4.2厘 赚成21,000元的利息 如果你说 只有10万元 也有4.15厘 如果10万元 也有4.1厘 也不错 这算是低门 很多人都做到的 不要告诉我 10000元也做不到 10000元也做到的 10万元也有4.1厘 好了 这间 华侨永恒银行 可能相对没有人 熟悉 这间也是 很大的银行 10万元的新资金 有4.5厘 4.5厘 但它有条件的 不是365天 是388天 有4783元 如果你放10万元 如果你放288天 也有3430元 4.35厘 也不错 10万元就可以入场了 如果你说我真的不想做12个月 我自己觉得 也是一个选择 就是做短点的 3个月 3个月 最近都升了不少 好了 中信银行 3个月 新资金 4.15厘 都要有 1037元 你说的是 10万元左右 10万元左右 也不错 好了 另外就是3个月 City Band 有3.4厘 轻松可以赚到850元 最少好像是10万元左右 是有的 不是的 开户门栏都要150万 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户口 如果不是你没有这样的户口 真的 真的未必那么容易开 有时条款真的很辣 是的 50万元也能做到的 50万元做得了 你一定要有这个 他那个理财 专上的理财户口 高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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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升展银行 3个月也有4厘 50元就有1000元 轻轻松松 东亚银行 4.05厘 3个月10万元也有 1012元 大众银行也是 差不多 很多 其实还有其他银行 那包括私資银行 也有3.3厘 定存10000元也能做到的 开户门栏也要100万 如果你说 例如汇丰的 汇丰的户口 10000元的门栏也可以 但只有3.1厘 中国银行 3.3厘 然后恒生 经常有人问我 为什么你不报恒生 有报的 恒生3.3厘 但是开户也要100万 门栏 定期存款最少10000元就能在网上开到的 招商永龙银行 4.05厘 那又是10000元就可以做到的 其实 将来 我相信 年底就应该 停止加息 未来的 下年 甚至是减息的 所以如果要做 我觉得 无论3个月后 12个月后 真的 都是最后的机会 不是太多的 你说如果想长远 因为始终 刚才我说的那些 短线 几个月到一年 如果你打算退休收息 因为始终退休收息 是一个长远的目标 坦白说 如果将来的利息 减了 确实就没有那么高利息 没有那么多这些做的 你真的要做长远 长远的储蓄产品 你看到这些都是我自己做过的 是25岁 那时候做的 将来可以 在40多岁或者60多岁 可以拿到15000 至50万不等 或者我早那几年 五年前我也有做过的 每年我自己存40万 五年之后 我都有17000元 一直拿到90多岁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储蓄产品 你还是想要怎么复式滚泉 钱 如果下下三个月 半年一年 去调来调去 我觉得也是挺麻烦的 所以 不多说了 西瓜、蜜桃、香蕉 都是长远的傅式滚泉 到时候你五年后 从5000元开始拿 然后再过到5000元 拿了30多年 剩下100万也是一个 复式滚泉的方法 我未必有100万 其实50万左右 都可以做到的 起码 多了个被动收入 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所以真的有很多不同的 投资理财的方法 但是你也要看回你 实际自己的需要 那你可以 到时候在书展的时候 看到我可以问一下 关于这方面的东西 或者下面的连续 看我的网站 和WhatsApp 了解清楚 自己的实际需要 好了 最后想说回 就是未来书展 我会在 这个 三伊的 那里 三伊的 那里 出现 这里 一进口直走进去 就是 走到尾 这个三和的 店那里 看到的 是一个儿童天地的区域 不要去错成人天地 我们不是 卖写真 可能下次要出 出本写真 大家给个赞 劝下五仔出本写真 就是B32的店 你会看到我的 这本新书 三虽赢八十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很多 退休收息的工具 分享了我自己 用了什么工具 真心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 希望 小弟支持一下 百多元就能卖到 每天我大概就会在 12点到2点左右 我都会在现场 或者傍晚 7点到9点 我都会在现场 和大家 签个名 和大家见个面 希望到时 大家鼎力支持一下 书展的时候 因为这本书真的 我用了很多时间 你会看到非常精美 如果大家想知道 如何可以收息退休 可以参考我这本书 或者如果想知道多些关于 退休收息的其他债券 一些不同的基金工具 到时都可以买完这本 1000个收息的理由 或者是 你比老板最好退休的 因为你比老板最好退休 因为不是太多存货 我都在想 是不是要家人 但是也非常感激大家 各位这一年的支持 包括我儿子的支持 所以 都希望跟大家 分享一下交流一下 未来我本书都会有 一些 讲座 有一些签书会 详细内容 跟大家更新一下 还在安排 希望7月尾 再跟大家 见一面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今年还有什么新的投资策略 希望大家给点赞 订阅和分享 五仔的频道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 理财退休收息的资讯 到时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